感谢市长的命名 由我们陈主委 这个代表捐赠 松山五分浦福德公主委陈永昌代表 将富康巴士模型交给台北市长蒋万安 完成捐赠仪式 清道光年间建庙的五分浦福德公是当地信仰中心 欢庆福德镇神圣诞 信众们合资捐赠一辆小型富康巴士给台北市政府 希望协助台北市政府照顾需要照顾的人 也彰显土地公祭祀爱民的慈悲精神 我们福德公在我们地区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信仰中心 我们福德镇神对我们民众的庇佑 这是平时 但是在这种异议的假期 我们会办公寓的活动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信众都能够热肩来肩富康巴士 这是我们第三次的公寓 也有见过救护车等等这样一个公寓 今天我们五分浦福德公的福德镇神 这样的圣诞 我们办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 是代表我们福德镇神的精神 对于五分浦福德公的善行义举 蒋万安非常感谢 直呼信众的爱心是献给土地公最好的生日礼物 福德镇神在我们主委的代理之下 2016年2021年都捐赠救护车 台北市政府 今年再次捐赠一台高顶的富康巴士 给我们市府 来照顾我们乡亲 照顾弱势的朋友 协助我们身上的朋友 在通勤交通上面能够更便利 我想这一点就发挥了我们土地公 照顾百姓服务弱势的精神 来公 专业 至于知名的五分浦商圈要如何继续发展 蒋万安也强调 将聆听地方建议 让商圈再次繁荣 台北市政府交往局方面表示 目前台北市共有328辆 小型富康巴士 平均每月服务约4万5千烫尺 在疫情前平均每月服务则达5万5千烫尺 希望在全新的富康巴士加入后 能扩大市府服务量人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身上朋友 与弱势民众通勤 温暮的公 在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